青铜神管人 铜锡铅三种 这个 这个这个 合金 合金 而且它是按比例来的 你比如你要做兵器 铜占多大的比例 是吧 然后你做碗 铜占多大的比例 它都是按比例来的 这三种东西的合金 是胶筑成型 这个水平相当高 这三种东西可能熔点它不一样 是吧 你胶筑铅很容易就化了 那个什么锡铅 它的熔点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青铜器都是 没有 就是出土的青铜器 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一件一个模子 那么那么做出来了 完全手工制造的 不可能机器生产 是吧 他像今天外面卖的那甲 全一个模样 是吧 它那是 都是一样制造出来 青铜器 应该是什么颜色呢 应该是那种 黄金般的颜色 它是那种黄色的青铜器 埋在图里吧 一生锈 绿不垃圾的 绿不垃圾的 它实际上 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漂亮的 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你看那个 严谨的电视剧里面 它那个青铜器 就是那铜瓦 铜这铜那 都是那种黄金色的 黄金色的 外行拍的电视剧 就是都是那个 绿不垃圾 秀不垃圾的那玩意 你把秀不垃圾的东西 给国王用 找掉脑袋 是吧 它的青铜器 然后是陶瓷 原始的陶瓷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瓷器 我们不叫差异的吗 是吧 我们为什么喜欢瓷器 因为中国人崇拜 崇拜玉 中国是世界上最崇拜玉的国家 对吧 马格尼公爵访华 乾隆皇帝赏赐 给他很多玉如意 马格尼写日记 中国皇上真抠 给我一破石头 是吧 我们给皇上的礼物 价值1.6万英巴 那给我一堆破石头 那不值钱的破东西 是吧 那玉 洋人不懂 这什么破碍 破石头 是吧 咱中国人崇拜玉 君子必须得配玉 是吧 小人不能配玉 是吧 所以这个 崇拜玉 这个玉又不是任何人都玩得起的 怎么办呢 化土为玉 这就是什么呀 瓷 所以后面会讲 最早的瓷器是 青瓷白瓷 青和白 什么的颜色 玉的颜色 青瓷白瓷 青瓷白瓷 好的瓷器 明如尽 光如尽 明如尽 薄如尽 温如玉 生如庆 你得跟镜子似的 能当镜子似的 薄的跟纸似的 厚的跟锅盖似的 农民吃便条 然后温如玉 割冰箱里拿出来 割微波炉里拿出来 不能烫手 是吧 你玉你割火里 烧 烧完之后 你夹出来 你拿手钻 没事 是吧 那是玉 你用手是烫掉皮了 那玻璃 是吧 玻璃 温如玉 玉是温的 什么情况下都是温的 割血里爬的 它也是温的 这是玉 是吧 然后生如庆 一敲就跟什么事了 金属声 当当的 那叫瓷 那扑扑的塑料 是吧 他这个 中国最早原始瓷器 就是商周时期